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著途怪奇师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项开始 我们讲第四章审计抽样方法 仍在依照惯例给大家进行个考询分析 这一章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考试师各种题型均有可能进行考核 比如说客观题 他可以考核审计抽样的基本原理 我们所谓的审计抽样 就是样本设计 样本选取 样本评价 最后记录抽样的程序 还有一个内容 几乎年年都在考核客观题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有哪些 哪些是反向关系 哪些是几乎没有影响 哪些是正向关系 您老人家必须知道 这个选择题几乎每年都在考 简答题也会涉及到这张内容 坦白的说 2012年之前 这张每年必出一个简答题 不知道为什么从2012年之后 初题老师特别嫌弃这张 没有再单独出个简答题 只是他的知识点偶尔在简答题里边 客串一下 包括综合题也会偶尔客串一下 但是这一张的分值却不低 近几年平均分值大概是五分左右 2022年考核了单选题和多选题 这是我们所说的考清分析 说完考清分析 给大家说明几点内容 记住 我们审计一共23张内容 这一张歇的尾巴 读一份是唯一能出计算型 简答题的章节 传统变量抽样 货比单元抽样 比如说均值法 差额法 比率法 这些计算型的简答题 是唯一在这张可以出的 我给大家补充的一些例题 我还是希望大家掌握住 第二 大家学这一张的时候 会觉得它的理论 非常非常的抽象 好在我们的考点非常集中 我的要求很简单 想知道这一张的内容 经常把哪些点形成考题 多看历年真题 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个 我们这一张有很多是需要查表的 这种查表法 对于我们应试考试 反而不适用 所以查表法的内容我不讲 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做完了考清分析 我给大家进行了这么三点说明 对于这一张教材 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只是修订了部分文字表述 不再单数 这一张的基本框架结构 一共是我们所说的三节内容 第一节 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 标题一是我给大家补充的 也就是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 然后剩下的是审计抽样 接着介绍什么叫抽样风险 什么叫非抽样风险 什么叫统计抽样 非统计抽样 什么叫属性抽样 什么叫变量抽样 接下来第二节是审计抽样 在控制测试当中的应用 发现了吗 我们抽样的三部曲 样本设计 样本选取 样本评价 最后记录抽样程序 包括审计抽样的细节测试的应用 也是这么几个部分 能知道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该说的说完了 那下边我们就看第一节 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 这一节都是在介绍相关概念 我们先看标题 这个内容是我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其实我们在讲第三章第二节审计程序时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个内容 您是高大上的注册怪语师 您能选择的程序有几个 您选哪一个 您选哪几个 如何组合 这是您注册怪语师的职业判断 是您的适当职业判断 您的这些程序实施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选取的测试项目 怎么选 有三种方法 我可以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啥意思 比如说你们有40个学生 我想知道这40个学生是不是都吃早餐 那我就把这40个学生全都问一遍 反正人数也不多 谁没吃早餐举下手 吃了早餐的我就给他统计 这叫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当然我还可以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很简单 我当了你们班主任好几年了 谁父母不在身边 谁起床比较晚 谁比较懒 这时候我就挑着这些特定的项目去进行测试 剩下的不几乎就是吃了早餐的嘛 这叫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而第三个是我们所说的闪计什么 抽样 先说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那就是一个不落 对吧 它的适用对象通常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比如说资本攻击 我们资本攻击通常就是两部分 一个是溢价 资本溢价 股本溢价 还有一个是其他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要不适用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要不然适用于权益结算 当然得是有等待期的权益结算 在等待期内 我是不是要用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因为它发生的量 交易的数量很少 所以我可能要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那么它的测试范围 是我测试总体中的全部项目 比如说某类交易和账户余额的所有项目 或其中的一层 关于溢价 我每一笔都进行测试 你除了股东超投的部分会形成溢价 我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 是不是也会形成溢价 我注销库存股 是不是也会涉及到溢价的核算 没错 就这个意思 那么将来它的事物情况 这个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比如说总体有少量的大额项目构成 您的资本攻击从您公司成立 可能就发生无比业务 每一笔金额可能不小 我更适用于选举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或者存在特别风险 又来了 我把固有风险评估为达到或接近固有风险等级的最高级 或者您是舞弊 凌价超重观 这些我们都认为您存在特别风险 并且其他方法未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别的方法行不通 我只能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第三 由于信息系统自动执行的计算或其他程序具有重复性 对全部项目进行检查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我是自动控制 我即使全查了也不费摧毁之力 能举个例子 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见那些种番茄 种西红柿的 他只要把那色谷条设置好了 您到底是熟西红柿红色的 还是没有熟的西红柿 绿色的 色谷条在那摆着 自动这些西红柿往这一过 我马上就把熟和不熟 甚至半熟的都能给它区分开 那我就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没问题吧 这是第一个 它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第二 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它的适用对象既适用于控制测试 也适用于细节测试 它的测试范围是 我会有针对性的选一些项目 比如说应收账款 我就选余额大的 我就选账龄长的 我就选交易频繁 但期末余额较小的 我就选关联方交易 这一时候本来就有一种主观判断 所以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记住了 不能推断这总体 我一会再单数 它的测试范围可能是大额或关键的项目 或者是超过某一金额的全部项目 或者是备用于获取某些信息的项目 备用于测试控制活动的项目 总之 我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一定要有相应的针对性 就是因为这种针对性太强了 主观判断太强了 它非常容易形成非抽样风险 后边我们会学非抽样风险 其实就是一种人为的错误而造成的 将来在这我再说一遍 选取特定项目实时检查 本来就有针对性 本来就带有主观判断 所以它并不构成审计抽样 为啥这么说 审计抽样是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只要你参加高考就有被清北录取的机会 这叫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我可没说机会的概率是均等的 而现在您本身就是选余额大的 账龄长的 交易频繁的 有一些项目永远没机会被您选中 所以它不能推断至整个总体 我不怕麻烦 这是可以考简单的 这是可以考组合的 一定要引起重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告诉你应收账款 假如说我有300个明细账户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300个叫总体规模 对 假如说它的合计金额 比如说夸张一点8000万 我说的很清楚 如果我选择了120个明细账户 进行寒证 或者说进行审计都没关系 但我选这120个账户 我实际上这300个账户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吗 不对 我选了余额大的 我选了账龄长的 我选了交易频繁的 我选了期末余额交小的 我甚至选了关联方交易 总之我是有针对性的 选取120个项目 假如说这120个项目 我选完了之后 它的合计金额 比如说4700万 如果我查了 我没有发现重大错报 我没有发现重大错报 你敢不敢说剩余的3300万 也不存在重大错报 不敢 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就是你选了哪些项目 您得出的结论 不能推断至总体 我再说一遍 他不能推断至总体 将来他只要说 我推断至剩余的3300万 甚至我总体的8000万 也不存在重大错报 这句话是错的 他不能推断至总体 为什么 因为有些项目 压根就没有被选取的机会 你选取的项目 不具有代表性 审计抽样就具有代表性 您说对了 因为他每一个组成部分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所以审计抽样 可以查一部分 能推断出总体的结果 我们第三种选择测试项目的方法 就是审计抽样 那我想问一下 您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适用于细节测试 您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既剩余控制测试 也剩余细节测试 那您的审计抽样 适用于什么 当然我既剩余控制测试 也适用于细节测试 我第二节 第三节的节标题 我已经给了您相应的答案 还用再往下说吗 不用了 所以我们看这道单选题 下列有关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 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如果从某类交易中 选取特定项目 只要选取特定项目 本身就有针对性 本身就带有主观判断 不能推断至总体 进行检查 构成审计抽样 错了 审计抽样是能推断至总体 而您现在不能 您绝对不构成审计抽样 为什么 因为有些项目永远没有被选取的机会 可是我审计抽样要求所有的组成部分 都有机会被选取 但机会未必是均等的 是这个意思 第二 从总体中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应当是总体中每个项目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您抢了审计抽样的词 审计抽样才要保证每个项目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选取特定项目本来就是具有针对性的 本来就有主观判断 非常容易形成非抽样风险 第三 对全部项目进行检查 通常更适用于细节测试 没错 全部项目适用于细节测试 特定项目审计抽样既适用于细节测试 也适用于控制测试 第四 审计抽样更适用于控制测试 错了 两个都适用 那这一道题正确答案只能是选项C 选取特定项目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 不能推断至总体不构成审计抽样 因为它并没有保证每个项目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几句话 车骨罗话来回说 您老人家必须会说 这是标题一 标题二 其实这是我们教材的标题一 前面内容是我给大家补充的 标题二是审计抽样 所谓的审计抽样 我们先看块一 审计抽样的概念 啥意思 审计抽样是指著的怪计师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 又一个名词 低于百分之百 如果你等于百分之百 那不等于你全查了 你还叫审计抽样 不叫 你叫什么 你叫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但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是所有抽样单元 又一个新名词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选取特定项目 有些项目永远没机会被选出 而审计抽样是 所有的组成部分 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这是这俩之间的最核心的区别 所以审计抽样 拿部分可以推断总体 而选取特定项目 不能推断总体 为著作怪计师针对整个总体 得出结论 提供合理基础 这是审计抽样的定义 当然解决两个概念 什么叫总体 总体就是指著作怪计师 从中选取样本 并期望据此得出结论的 整个数据集合 这不等于没说吗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要对被审计单位的应收账款 进行审计 假如说我选一部分项目进行含证 我明确的告诉你 他有一百个明细账户 我明确告诉你 他的合计金额就是刚才的数字 八千万 那这一百个明细账户 是不是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总体 没错 而所谓的抽样单元是什么概念 就是指构成总体的个体项目 每一个明细账户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抽样单元 对 审计啥概念 我绝对不是一百个明细账户全场 哪怕我查到九十九个账户 我是不是也满足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对 如果一百个全查 那叫选举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而且我要保证你这一百个明细账户 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被选举的机会 结论是什么 我查一部分 我可以推断总体 有时候我还是不明白 还给您举着老家牙的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百件产品 我想知道它的次品率是百分之多少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有人说这一百件产品不多 那我把这一百件产品全查了 这叫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跟我抽样一点边都不沾 说清楚了吧 但我现在作为高大上的注册冠军师 我没必要 为啥呀 因为我审计 我要做到的是合理保证 接近但不等于百分之百 我只要是能合理保证就可以了 我首先确定 我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全查 这一百件产品 我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总体 这话你应该没争议吧 而每一件产品构成 我们所说的一个抽样单元 你就可以把它假想成 这一百件产品在一个大巷子里边 每一件产品是不是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没错 我现在不想一百件全查 比如说我就采取一个办法 我只查十件产品 我只查十件产品 那这十件产品 假如说有一件是次品 那我是不是 我查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什么 样本 这十件产品 当然叫样本规模 这叫总体规模 这叫样本规模 名词一个个网出泵 要清楚 那我十件产品 查了有一件是次品 那是不是次品率是百分之十 对 那我这十件产品怎么抽的 我是随机抽的 但有主观的判断 没有 就是一个大箱子 我就是随机抓住十件产品 那我的次品率是百分之十 在这种情况下 我完全符合审级筹样的概念 您往下说 那我就可以把这百分之十 给它理解为是总体的次品率 您不是十件有一件是次品吗 我就可以推断出总体的次品率 也是百分之十 那就是一百件也是百分之十的次品率 那我就推断出它有十件次品 审计抽样就是这么一个办法 我明明只差一部分 但我可以拿这一部分的结果 推断出总体的结果 完全准确 不一定 比如说可能一百件产品里边 我有十一件次品 也可能有九件次品 但是大小差不多 这就是闪级抽样 因为我只做到合理保证 我说清楚了吗 这是它的概念 在这说几句话 首先抽样是一个适用性交广的方法 其实除了我们诸多怪计师执行审计工作时 什么抽样 意见调查 市场分析 科学研究 都可能用到抽样 但是 我们审计中用的抽样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抽样 首先审计抽样 可能为某账户余额的准确性 提供进一步佐证的证据 应收账款 一共是八千万有一百个明细账户 我诸多怪计师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 我可能不会对这一百个明细账户 我全部进行什么审计 比如说我只选了二十个明细账户 假如说合计是六千万 我对他事实审计 如果这二十个账户六千万 我没有发现重大错报 剩下的那八十个账户 我还用茶吗 不用 我可能就推断 所有的这一百个账户 也没有重大错报 实际上 它只是一种推断 诸多怪计师通常只需要评价 该账户余额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而不需要确定其出使金额 为啥 您的应收账款八千万 从被审计单位 您自动就知道了 所以他不需要您确定出使金额 您只要给我推断 有没有重大错报就可以了 这些出使金额 在审计抽样开始之前 已由被审计单位记录 并汇总完毕 那是您的账面记录 但是 我们在运用抽样方法 进行意见调查 市场分析或科学研究时 类似的出使数据 在抽样开始之前 通常并未得到累计编制 或者汇总 啥意思 假如说我就在北京地区 我随意抽查一千个学生 我想知道这一千个学生 有多少人用手机 有多少人有两部手机 在这之前 我是不是已经知道 有多少学生用手机了 不知道 我只能从开始抽查 我抽查了一千个学生 我发现有手机的可能有一百个 这些出使的数据 在开始并没有得到累计编制或者汇组 这个能大概听懂就可以了 这是括号一 你缺一个 你可能就是选取特定项目 或者你缺一个 你可能就是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第一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低于百分之百一定是审计筹样 不对 我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也是低于百分之百实施审计程序 所以我说这三个特征是同时具备 如果我百分之百全查了 那叫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第二 所有的抽样单元 每一件产品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但我可没说机会一定是均等的 为什么 就跟你参加高考 你就又被清北录取的机会 但每一个考生考清北的概率是相等的吗 不是 如果您没明白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清皇帝选秀审 只要你年满十六周岁 品貌端章 戴字归忠 而且您是名门望族 您就有被选取入宫做妃做贫的机会 但是每个人做妃做贫的机会 一定是相等的吗 不是 我只能说您有机会 为什么每一个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因为我在选取样本的时候不能存在偏向 我要保证样本的选取具有代表性 就跟刚才一百件产品 我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箱子里边 这一百件产品每一件产品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有人说这不是一百件产品 每一件被选取的概率是相等吗 对 审计抽样你被选取的机会可以相等 也可以不等 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我这不一定机会是均等的 就是可以相等可以不等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 结果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部分能够推断总体是审计抽样的一大特点 因为我选取样本的时候 我的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 而您选取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您本来就是有针对性的选取特定的项目 所以他不能推断总体 因为你没有保证 所有的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翻来覆去 车骨的话 来回说 您必须明白 那么在这儿不是又提到代表性了吗 您只查了一部分样本 您就能推断总体是因为你选取样本的时候 您的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 什么叫具有代表性 我们先看代表性的含义 是指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 诸多外界师根据样本得出的结论 与对整个总体实施与样本相同的审计程序 得出的结论 大大的给您写两个字 类似 是要百分之百完全一样吗 不是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我查一百件产品 我想知道它的次品率 假如说 它真真正正的次品率 如果我一百件全查 它可能有十一件次品 这是真真正正的本来面目 但我诸多怪去试试全查吗 不是 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它有十一件次品 我采用的方法是审计抽样 那是不是我要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比如说我只查十件产品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我保证每一个抽样单元 每一件产品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在一个大箱子 一百件产品在那放 就跟开盲盒似的 你随意抓出十件产品 你发现它有一件次品 那这时候 你是不是样本的次品率就应该是多少 百分之十 我是不是审计抽样的第三个特点 是我拿样本可以推断总体的结论 对 查十件有一件次品 样本的次品率百分之十 如果推断总体一百件 是不是如果也百分之十来说 我应该是有十件次品 对不对 对 你真真正正的情况 您是有十一件次品 我推断出的总体结论有十件次品 我推断的结果跟您真正的结果之间 是不是非常结计 没错 这时候我就可以说 你选取的十件产品 这个样本是有代表性的 我不要求这俩完全相处 因为我也没必要 我诸多冠军师的审计 是我要做到合理保证 我这么说您听懂了吧 好 那么往下说 只有当从抽样总体中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诸多冠军师才能根据样本的项目测试 结果推断出有关总体的结论 为什么选取特定项目不能推断总体 因为他选的时候 他选择的项目就没有代表性 满足什么条件 我就算样本具有代表性了 你样本的选取一定要是无偏向性的 你要保证每个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就叫无偏向性 满足了无偏向性 我就说你样本通常就具有了代表性 能知道就可以了 影响代表性的因素很重要 特别重要 这两年客观期频繁的在这考题 您老人家要引起重视 哪些跟我们样本的代表性是相关的 哪些是无关的 记住 代表性跟你样本的整体是有关的 而跟样本中的单个项目是无关的 样本的代表性跟你如何选取样本有关 而跟样本的规模无关 样本的代表性跟错暴的发生率有关 而跟错暴的特定性质 比如说异常情况导致样本的错暴 跟这些因素无关 哪个相关 哪个无关 您记住一列就可以了 这个客观期绝对是中高频的客观期考点 要引起重视 看2022年的一道多选题 下来各项中属于审计抽样基本特征 不是应该有三个吗 选项A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 结果推断出有关总体的结论是第三个特征 没错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没毛病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举的机会 机会可能是均等的 可能是不等的 没毛病 就这三个 而第四个可以运用概率论计量抽样风险 这句话好像不对 我们统计抽样可以用概率计量抽样风险 非统计抽样 貌似不能这么做 但是非统计抽样是抽样吗 是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只能选A B C 记住是同时具备三个特征 别错了 再看一道2020年的代选题 下来有关审计抽样的样本代表性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样本的代表性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没错 样本的代表性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没错 样本代表性通常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而与错报的特定性质是无关的 没错 第四个 样本代表性与样本规模相关 错了 它跟样本规模是无关的 所以他问你错误的自然是选项帝 哪个相关 哪个无关 您必须记住 有人说你这不才举一个例题吗 我不可能把这两年举的所有例题都给你摆在这 同一个知识点 我只配备一个基本的例题 让您看一下形式就可以了 这是括号 括号三 审计抽样的实用性 先给您的结论 并非在所有的审计程序中都可以使用 您告诉我哪个程序可以使用 第二节不是在控制测试当中使用 第三节不是在细节测试当中使用 就这两个我们可以使用审计抽样 往下数 实质性分析程序能抽样吗 不能 风险评估程序能抽样 不能 为啥呀 风险评估程序俗称两个字了解 我了解的越相续越好 我就是在了解的过程中 识别不对劲 评估不对劲 最后应对 重大挫暴风险 所以 他并非在所有的审计程序中都可以使用 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可以使用 那先说第一个 风险评估程序 大大的给您写三个字是不适用 通常 我们风险评估程序不涉及使用审计抽样 为啥 我了解的越详细 我越能识别重大挫暴风险 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就这个理由 在这必须给大家说一件事 你风险评估程序不是两个字了解吗 对 你其中有一个方面是不是了解被审议待位的内部控制 对 我如果了解的好 那个词叫啥来着 预期控制运行有效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做控制测试 对 那这时候可能形成一种尴尬的局面 了解内控跟控制测试几乎是紧密相连的 我可能使用了审计抽样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的审计抽样是用于控制测试 而绝不能用于了解内控 换句话说 风险评估程序就是不涉及使用抽样 第二句话 如果诸多怪机师在了解控制的设计 纸上谈明是不是合理和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 这不是了解内控的两个方面吗 同时计划和实施控制测试 了解内控好 我接下来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好 不是可以减少后边的实质性程序吗 哪怕我可能设计审计抽样 我一定让你死了这条心 这个审计抽样仅仅适用于控制测试 而不是针对于了解内控 不是针对于风险评估程序 结论就是风险评估程序 不适用于抽样 我说清楚了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可以使用抽样 但是一定要留下运行轨迹 啥叫运行轨迹 请假您得有假条 您授权批准 得有领导的签字 这才叫留下运行轨迹 您请假了没假条 不请假您也没假条 能进行抽样不能 所以诸多怪奇师可以考虑 使用审计抽样实施什么 控制测试 在这说两句话 如果你压根没有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我对这些控制实施测试 我诸多怪奇师通常实施 询问观察等程序 来获取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此时不宜使用审计抽样 所以控制测试 要使用审计抽样的前提 就是留下运行轨迹 没了 在这还说一句话 自动化控制更特殊 在对备审计单位采用信息技术 处理各类交易及其他信息时 诸多怪奇师通常只需要测试 信息技术的一般控制 并从各类交易中 选取一笔或几笔进行测试 我选的量太小了 你有十万笔业务 我只需要测试三笔 为啥呀 因为信息技术自动控制 本来就具有一贯性 我不用全测 就跟我面前放着摄像机 你只要在某一时点观察它没问题 机器出故障的可能性很小 它一直在这录制着 你用不用 这十万分钟 每一分钟你都要测试一下 不用 在这时候 因为我测试的量太少了 我就测试一两笔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能获取有关信息处理控制 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此时我不需要使用审计抽样 结论是什么 流线运行轨迹的控制测试 可以抽样 没有流线运行轨迹的 不能抽样 信息技术处理系统 因为具有一贯性 测试的量太小了 我只差一笔 甚至差一两笔 我无需使用抽样 就整个意思 而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实质性程序 细节测试 我可以使用审计抽样的方法 来获取审计证据 应收账款 100个明晰账户 我全查吗 未必 但是在这儿 说两种特殊情况 如果住的外计师 将某类交易账户余额的 重大挫抛风险 评估为可接受的低水平 我也可能不实施细节测试 应收账款 就一个明晰账户 自始至终就这一分钱 而且绝对没有大问题 这时候 您不实施细节测试 你也不涉及使用审计抽样 听明白了吗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 我住的外计师的目的 不是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 结果推断有关总体的结论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三个字 扫雷器 我要告诉您哪大概有问题 此时不宜使用什么 抽样 都说完了吗 说完了 稍微总结一下 面对闪计抽样 记住 面对闪计抽样 第一 风险评估程序 我们不适用于抽样 因为我要了解的越详细也好 越详细我越可能识别评估应对 重大错报风险 有一种极端情况 哪怕了解内控 接下来我做控制测试 是前后挨着的 我设计的抽样 也是对控制测试 而跟你风险评估程序 而跟你了解内控无关 第二 控制测试 记住了 可以使用抽样 但是前提条件 您得留下运行轨迹 如果没有留下运行轨迹 您的授权批准 没有领档签字 您请假 没有假交 是无法用抽样的方法的 但是对于我们自动化处理系统 因为它具有一贯性 我可能只测试一般控制 只测试一两笔交易 我此时无需抽样 第三个是实质性程序 记住了 实质性程序里边的实质性分析程序 因为它的目的是扫雷器 告诉您哪大概有问题 它并不是希望用样本推断总体的结果 所以送您三个字也是不实用 而细节测试 我们可以使用抽样 但是如果你评估某一个项目 重大挫暴风险为低水平 您不打算做细节测试 也谈不上抽样 所以结论是什么 抽样适用于控制测试 这是第二节的节标题 抽样适用于细节测试 这是第三节的节标题 没了没了就这么多 在这说一句话 我们可以把审计抽样跟其他测试方法 结合起来使用 他给您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我审计应收账款时 我猪头盖记师可以使用选取特定项目的方法 将应收账款中的单个重大项目单独挑出来 百分之百测试 我应收账款可能有一百个明细账户 我一共合计金额八千万 其中有两个明细账户合计金额就是五千万 那我就把这两个账户合计金额五千万的 我单独给他挑出来 这叫单个重大项目 我百分之百测试 剩下的九十八个明细账户合计金额三千万 我把它看成一个总体 我再用审计抽样的方法去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存在着重大错报 我再进行抽样 没问题 但是你只要说抽样 这时的总体是九十八个项目形成的合计金额三千万 而不应该是一百个项目八千万 听明白了吗 抽样的总体要定义对了 抽样单元定义对了 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抽样这块知识点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2019年的一个单元题 下列于内部控制有关的审计工作中 通常可以使用审计抽样 就一个要求流线运行轨迹 没有流线运行轨迹 不能抽样 评价内部控制设计 第一道合理性 这是了解内控要完成的工作之一 了解内控隶属于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不宜实义抽样 第二测试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运行有效性 我只测试一两次量太小了 它不适用于抽样 选项C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这是了解内控要完成的第二个方法工作 它隶属于风险评估程序不宜实用抽样 都排除了 只有第四个测试流线运行轨迹的 人工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没问题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D 是我们要选的正确答案 到这为止 就意味着前两个标题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